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品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娇兰全新的这一款Honey Tobacco蜂蜜烟草的香水 如果在关注这瓶气味,想要听一下我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话 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闻到了,用到了,就来聊聊 我相信大家关注度也是蛮高的吧 个人对它好感度非常高的 这一个娇兰的艺术沙龙系列最新的成员 这一瓶Tobacco Honey蜂蜜烟草的香气 先说了,虽然是娇兰 但娇兰的艺术沙龙系列呢 尤其是当他们全线改了包装 可以给你提供到专属的这一种客制化的盖子服务等等的这一些以后呢 整个艺术沙龙系列的价格呢 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over price过高的 因为,有看我之前的影片也知道 对于如此高单价的香水来说呢 大家心里面也明白,很大一部分的钱呢 绝对也是去到了品牌,包装,营销等等的这一些方面 如果你是非常着重性价比,那娇兰的艺术沙龙系列呢 可能就不适合你了 但如果撇除价格这一个因素的话 娇兰的艺术沙龙系列呢,的确是有着非常多 让人喜爱百闻不厌的气味 那他们最新的这一款Tobacco Honey的香水呢 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尤其对于我这个烟草香的爱好者来说 那调香师说到呢 他一直想把蜂蜜和烟草结合起来 一边是干燥的烟草叶 散发着粉末般 具有漩涡感的香气 另一边呢,则是一款会将人包裹起来的蜂蜜香 他想要创造出一款呢 你从未闻过又与众不同的烟草香 那真正在闻到这瓶香水以后呢 首先,我觉得这瓶香水是其中一款呢 名字就表达了它香气的一瓶香水 的确,这瓶香水 蜂蜜与烟草就是两大主角 而且是两个在不同时间各领风骚的主角 而这瓶香水呢 一开出 就会是一个甜度非常明显 我甚至会觉得对于亚洲人 对甜味的标准来说 已经会是过甜的 非常还原 完全就是你用那个木的棍子 提取到蜜糖罐子里面 金黄颜色 带有浓稠感的 这种真实的蜂蜜香气 而值得一提的呢,是这瓶香水里面采用到的蜂蜜 也是来自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 这个地区里面,娇兰他们自家的蜜蜂香 这里的蜂蜜呢,会带有 Bergamon香柠檬树的独有的果香云木之调 坦白说 整瓶香水刚刚开出到半个小时左右吧 这一种高甜度的蜂蜜香 于我而言是有那么一点点过甜了 但我还是冲心的 希望你可以把这瓶香水用在你的身上 尤其对于这么高单价的香水 真的不要轻轻一闻 就决定你要不要把它带回家 但半小时以后呢 香水里面来自于辛香料 芝麻还有坚果的气味 会把这个甜度慢慢地中和 并降低 甜度降低了 但蜂蜜带有胶感的那种 气味是会一直延续着的 再结合上香水基调里面 也是整瓶香水 于我而言最让人享受的部分 一个非常新鲜的 甚至是你摸上去 还会稍稍残留着湿润感 带有微微酸感的生烟草叶的烟草香 就会一直延续到整瓶香气的收结 一个残留在你皮肤衣服上面的气味 甚至在你穿上的五个小时往后啊 你还能闻到了这瓶香水基调里面 这种弹香木的带有稳重感的木质调 而另一个在整个穿戴的过程当中 我深有感受的就是在中断的时间 这一个honey结合着tobacco 还有零零香豆与辛香料 这一些的独有气味之下 甚至会给到我一种带有木桶香的 whiskey烈酒的那种酒香气 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为这瓶香水再加分的部分 那tobacco honey这一瓶里面这个明确带有蜂蜜感的新鲜烟草香呢 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完全不分性别 男女都很适合去驾驭穿上的一瓶气味 但是我觉得这一瓶香水呢 是一个稍稍有那么一点挑场合的气味 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休闲啊 或者适合在办公室里面出现的香气 这瓶香水的气味呢 会需要你有用心的打扮过 更适合你穿上它 出席一些你认为更重要的 需要别人通过香气去把你寄住了的 这些场合去用到它 我感觉这个气味呢也可以很好的 向别人表达到 你是一个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 内涵 甚至是自带身价的一个特质啦 因为每一次闻到这个气味啊 我依然是闻到了满满的这种高贵与奢华感 这个特质呢 也是我觉得娇兰他们家的艺术沙龙系列当中 一个很signature的卖点啊 最后呢 综合的来聊聊我对这瓶心香水的想法吧 Tobacco Honey这瓶气味呢 是一个我觉得创意度上面还挺不错的一个香气 Tobacco和Vanina香草的结合 或者这一种烟草与甜美香气的结合 市场上已经太多了 相对而言呢 Honey Tobacco会是一个更新颖的香气碰撞 当然这瓶香水从头到尾甜味都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呢 如果害怕讨厌任何有甜味香水的人 那娇兰的Tobacco Honey这瓶香水呢 你可以直接跳过了 你不会喜欢的 我也会坦白说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钟爱蜂蜜香的人 整瓶香水开出半小时的甜度 于我而言也是有一点过高了 但是半小时以后 结合上辛香料坚果与我钟爱的烟草香 让这瓶香水有挽回我的心 整体出来的气味呢 也没有让我想起了另外一瓶香水 这是对于高单价的香水来说 我个人觉得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 再来说到这瓶香水的扩香与持香能力 这两方面呢 我自己穿戴下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点呢 我甚至会觉得比起焦兰他们 艺术沙龙系列 其他非常出名的 包括了Spiritual Double Veneer Angela Canoar 等等的这一些 持香力与扩香能力 两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这瓶香水啊 不用多喷 两到四下完全足够了 如果有喷在法尾衣服上面的话 八小时九小时 肩并肩的距离 我感觉别人都能闻到你身上残留的香水味 最后呢 说到这瓶香水的大众讨好度 这瓶香水 尽管你多精 我也不建议你忙买 百货公司也总是有娇蓝的专柜 所以对他有兴趣的话 请花点时间到柜上真正的去试用过 穿在你的身上 你也喜欢了 再去决定要不要把它带回家哦 而对于我这一位烟草香的爱好者来说呢 这瓶呢 不会是一个我经常想到 觉得很实用百搭的烟草香香水 但收了它呢 也是完全不后悔 哪天我想要喷一些甜度比较明显的 适合去party或者约会的烟草香 我会想到来用上它的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椒兰他们家 Tobacco Honey香水的不专业香瓶啦 不知道你又有没有闻过这瓶新香水了呢 对于他有任何想法感受 请留言分享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 能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